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跟着激动了起来 一时七嘴八舌的 好在陆毅是个有主意的 谢绝了大家的帮忙 说是早就想好如何操办了 岑福自然是知道大人的打算 据说已经开始准备了 今夏在陆府看到了程小婉 失业后的程小婉见到今夏倒是感到亲切 但对于之前的事情还是想不起来 今夏倒是觉得这样挺好的 毕竟带着仇恨过一辈子总是不好 这样他与陈府在一起也是幸福的 晚上 在今夏满眼深情的不舍中 路易果断地把今夏推进了房间 今夏叹了口气 大人也珍视的 久别重逢也不说 不说 唉 羞死了 睡了一个晚上的今夏再次睁开眼睛 刺客的幸福感胀得满满的 他不管是袁今夏还是夏小小又或是永和公主 他只是他的那个今夏 今夏慢慢地爬起来 环顾着四周 懒腰刚撑了一半 就被一声黄姐生生给打断了 就见康和公主 提着裙子直接推门跑了进来 二话不说 扑倒在今夏的床上 今夏自然伸出手 抱住了若雪 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还说呢 昨天皇帝哥哥 晚膳的时候 跟我说陆大人去跟皇上求了赐婚 说是之前不知是姐姐 黄姐 你知道大人是如何求亲的吗 康和公主神神秘秘地问道 如何求亲 大人只跟我说五日之后是黄到吉日 便定了这天 怎么了 惊吓不解地看着康和公主 才不是呢 皇帝哥哥本来打算一个月后大婚的 可是陆大人说什么也不同意 没办法 这陆大人就跟皇帝哥哥从一个月讨到五日才算罢了 今夏姐 这陆大人可真是着急迎娶你呢 若雪开心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今夏低头含笑地想着 看来大人也很心急呀 若雪喊来的宫女们为今夏梳妆 不用戴人皮面的感觉真好 今夏穿戴整齐 这次做回自己 也不用戴那些朱钗 一只云雀足矣 今夏和康和一起走出了院子 陈安站在院子中间 回身看到师父 也是满眼的激动 师父 哦不 嫂子 陈安知道陆毅和今夏即将成婚 赶紧改口说道 我的傻徒弟 如今你可是当朝的驸马 不错呀 今夏故意调侃道 陈安提到这个事情 脸上难得有些羞涩 那个 别说我了 接下来要忙的 就是你们的大婚了 说到这里 今夏眉头一皱 他眼望去 怎么不见大人呢 黄姐 你是不是要改口叫夫君了 若雪打趣地说道 哎 还没成亲呢 今夏娇羞地说道 就这样 康和公主拉着今夏回到了皇宫 今夏有着公主的封号 各宫的娘娘们自然是有些赏赐的 两代帝王更是赏赐了今夏不少好东西 今夏逐一谢恩 皇上还有特意留给今夏在宫里吃过碗扇 才让今夏回来 这一遭下来 再回到府中 也是晚上 说也奇怪 今夏回府就喊来宫女 询问大人是否在府中 但是宫女回府 大人一早便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公主府 说是让告诉公主 她去准备大婚事宜 今夏虽然知道 大婚有许多事情要忙 但是一日不见 甚是想念呀 晚上月色如水 今夏披着外衣 趴在窗子旁 欣赏着月色 再有几日 就真的要嫁给她了 想想这一路走来 相知 相守 相许 从第一次的相遇开始 一切似乎都是注定了的 两个人紧紧地 靠在一起前行 就在今夏陷入到 自己的思绪中时 一声空喉的桃妖 从空中传了过来 大人 今夏听到琴音 开心地起身 跑了出去 果然 在院子中间的凉亭里 凉亭的地面 铺着软垫 看到了正在演奏 空喉的陆毅 陆毅知道今夏来了 嘴角含着笑意 今晚的陆毅没有梳发 而是将头发放下 一副家中贤富的样子 今夏安静地走在陆毅身边 听着他演奏的桃妖 看着他眼中的心上忍 陆毅一曲臂 抬起头笑着看着今夏 今夏眯着眼睛 问道 大人 白天去了哪里啊 陆毅将琴放在一边 向今夏伸出手 今夏起身走了过去 很自然地靠在陆毅的怀里 陆毅轻抚今夏的头发 当然是去准备与公主大婚的事宜 陆毅故意调侃地说道 哦 那敢问大人准备得如何了 今夏调皮地像小猫一样地 眯着眼睛 赖在陆毅的怀里问道 不知夫人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陆毅附在今夏耳边 极具诱惑性地问道 哎呀 好痒 今夏揉着耳朵 仰过头看着陆毅 陆毅也调整了一下姿势 让今夏依靠得更舒服 我呀 我希望 即时一到 你就会骑着骏马 带着花轿来接我 你会牵着我的手 送我上花轿 我会坐在花轿里 带着期待和喜悦 跟你回陆府 我想那天一定会有 漫天的花瓣和喜庆的音乐 我们会在众人的祝福里 叫拜成夫妻 我与你白手不相离 今夏幸福地说着 可陆毅却突然感觉 这话怎么会这么熟悉呢 可是在他的记忆里 今夏不曾说过这些话呀 今夏看着陆毅的表情有意 问道 怎么了 这些话你可曾对我说过 陆毅看着今夏问道 今夏不好意思地坐起身子 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 可又觉得很熟悉 陆毅不解地问道 今夏抬手抱住陆毅 情深地说道 我是在你昏迷不醒的时候 跟你告别时说过的话 当时我以为 此生我们不会再见了 因为我已经做好了 绝不会嫁给梁大哥的准备 但是解药 我是一定要拿到手的 所以跟你告别的时候 就说了很多话 陆毅回报着今夏 再想到那段生离死别的情景 难免不伤心 你是有多蠢 竟然用自己去换解药 如果你真的死了 你觉得我就可以毒活吗 要不是你让沐清雨来告诉我 让我替你照顾好你的家人 我早就想随你去了 陆毅说的动情 抱得用力 今夏知道他的情 他的意 可他又怎么可能 看着他去死呢 大人 如果是我 你会去换解药吗 陆毅没有说话 他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 有些话还需要多说吗 如果换个角度 陆毅难道会看着今夏去死吗 不过 陆毅抚摸着今夏的脸说道 答应我 未来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不许罔顾生死 这世上 没有什么事 比你的生死更大 你可懂我的心 今夏怎会不懂 我知道 当时不是情况危机吗 那又如何 陆毅掐着今夏的脸说道 除了死 你就不能想别的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 难道真的让我嫁给梁大哥吗 今夏吃痛地说道 如果可以保命 有何不可 陆毅认真地说道 咦 你真的让我嫁给他 今夏一愣 笨死了 等你骗到了解药 再想办法逃出来 我们自会去救你 难道不比你自己自尽强 陆毅拍了一下今夏的脑袋 可是 我不是怕连累大家吗 今夏辩解的 那又如何 我们会怕你连累 陆毅生气 今夏在危难的时候 想要保住别人 却独独放弃了自己 可是 今夏还想辩解 陆毅已经不想再听了 低下头吻上今夏辩解的唇 陆毅的吻总是让今夏如此沉醉 他不由得抬起手 抱住陆毅的脖子 将陆毅拉得更紧 陆毅渐渐抬起身 将今夏放平在软垫上 自己扶在今夏的身侧 两个人深闷着彼此 今夏的身子 慢慢变得贪软 陆毅抬起头 凝望着今夏 今夏面色寒春地看着陆毅 我的傻姑娘 你难道不知道 你这样看着我的后果吗 陆毅抚摸着今夏的耳垂 今夏动情地出声 那声音催动着陆毅的情欲 陆毅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对今夏的爱 因着三个月的生离死别 变得更加的浓烈了 但是 还有五天 五天后 他会让今夏成为最幸福的新娘 穿着他们的昆蓬嫁衣 嫁给自己 想到这里 陆毅清着了一下今夏的唇 起身将今夏拉回到怀里 今夏被吻得晕晕的 靠在陆毅的怀里 陆毅从怀里拿出了那把 昆蓬嫁衣的钥匙 放在今夏的手心里 今夏低头看着钥匙 感慨万千 陆毅搂着今夏低声说道 这嫁衣 只属于你一人 嗯 今夏满足地靠在陆毅的怀里 抬头看月色诱人 一阵清风吹过 桃花的花瓣 翩翩飘落 好美 好美